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民建聯的蔣麗雲大議員 今天上到千禧年代的時候 又再在口出狂言 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都說了 他在這個立法會當中 協同葛佩帆大博士 要促請政府就住禁止侮辱公職人員 進行立法的程序 這個蔣麗雲大議員今天又在說 他說現在社會上有些人 會以粗言畏語或挑釁性言論 指罵警察 說很多前線警員因為年紀輕 情緒容易受到影響 老實說蔣麗雲大議員 如果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你作為一個執法人員 因為市民街坊罵你兩句 你就因此而受到這個影響 情緒就麻煩你卸一下裝備 回去好好地鍛鍊一下自己的情商 再去執勤 因為你這班警察 不是一般普通的保安員 或者其他的工種 你是掌握著公權力 而且手持武器 你那些武器是可以足以致命的 老實說蔣麗雲大議員 還有你那班警察的武裝設備 其實已經是准軍事部隊的規格 還因此受到市民 指罵兩句 情緒受到影響 麻煩你收檔吧 你出公帑來執勤 就算你開OT 也是有錢收的 你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應該好好鍛鍊一下自己的情商 你就當市民發呆風聽不到 我想請問有沒有第二個國家的軍隊 他是被市民走過鬧兩句 就會開機關槍射人的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警察 其實你是等於香港的准軍事部隊 原來出到執勤的時候 被人說粗口鬧兩句 你就在這裡可以亂開槍了 你不是沒試過的 是不是 被人罵兩句 就在這裡拿警戒吵人 已經是試過有這樣的情況了 其實就是你這些警察的情緒失控 對不對 還有這些罵來罵去 你說粗言畏語 挑釁性言論 不只是市民罵警察 警察主動喊市民收皮也試過 喊市民即是說粗口罵市民也試過 對不對 那這些是怎麼算 對不對 大家要對等的 法律是不能夠 只是針對你的所謂公職人員 那侮辱市民 就是大家鬥不說 對不對 所以這些傢伙經常說法治 你這個法治永遠都不對等 永遠都是製造一些特權階級出來 有一些人就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 是不是 好了 你現在就說 這班傢伙情緒受到影響 情緒受到影響 不是為自己的責任開脫的藉口 蔣大議員 是不是 你作為人民的公僕 你就必須要向人民負責 你就不能夠找一些藉口 就幫那班警察死雞撐飯蓋 明明就是他自己情緒失控 是不是 執勤執到自己猛狀 就賴市民挑釁 賴市民說粗口 真的非常之多餘 還有 現在那些警察 由於精神狀態和情緒 是很有問題 我就強烈建議 在這班警察執勤之前 就應該要設立一個精神狀態的檢查 找一些臨床的心理醫生 就是檢查一下他 到底他當日的狀態是否適合執勤 才讓他上前線 否則只會有大量市民受害 比如說你那天拿著電單車 真的衝向人群 那些 擺明他的精神狀態和情緒 就是不適合執勤的 是不是 交通項是否有問題 為什麼這些你不去檢視一下 是不是 獨立檢討委員會 不用檢討 找一些醫生 找一些精神科的醫生 去檢查一下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通過了這個檢查 才批准執勤 那就最好了 有人起碼負責 如果認為他是不適合的 不要讓他出去 是不是 還有 你這個長大議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搞這個 所謂侮辱公職人員罪 還說 這個條例 是否應該走到網上的言論 就說要等政府研究 其實不用研究 根本上現有的法例 已經對於那些言論 是有很多的規管 不是完全的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 是不是 包括不能鼓吹一些人做什麼 有很多法例來規管 你以為在網台上說話 或者在網路平台上說話 是不需要負責的嗎 一樣要負責的 是不是 比如說 有些人認為 誒毀了自己的明星 說了一些不符合事實的事 一樣可以告那些人誹謗 有些網台也被人告 這些事情 已經是現有法例可以做到的 你就無緣無故要搞一個 禁止侮辱公職人員罪 別人問你 你還說等政府研究 這些事情根本上就是想 鉗制言論自由 製造一言堂 是不是 就不應該再作出更多的規管 現在現有已經有太多規管 蔣大議員 你不信你只是查法例 問問你的黨友 好了 講完蔣大議員的言論之後 又講講另一位 就是雷鼎明教授 他昨天接受了大陸觀察者網的訪問 他說了很多事情 我們選擇一些重點出來說 首先 他提到 很多年輕人不是生產 只想搞破壞 就說上街想學到東西 學一下怎樣更有效率地破壞 破壞得越有效 就越能夠得到肯定 就更加難轉移去從事生產性的工作 即是雷教授 老實說 你這些言論 我不知道你是否只是說給藍絲 或者只是做給大陸人看 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知道 從6月9日開始 現在有6千多人被捕 當中有很多示威者都有固定職業 而且那些職業很有前景 雷教授 有些是教師 教師做到最高有8萬多元 他犯不著出來示威 他可以當看不到 有些是醫生 有些是護士 一樣有被捕 為什麼你不看這些事情 雷教授 很多示威者都有固定 甚至乎被認為是專業資格的高尚職業 不只是你所說 那些年輕人不是生產 難道那些醫生護士 教師也不是生產 還有更多 我沒有做資料搜查 我記得起碼有三種職業 全部都要考取專業資格才能做 不是貿易也能做 對嗎 為什麼你不說這些 還有 近千人是年齡小於18歲的中學生 你叫這些中學生生產什麼呢 他就是為了香港 要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他就是想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條件 而且他們爭取的是什麼 是捍衛自由和爭取民主 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對不對 你對著記者就說 現在香港一兩代的年輕人 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對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殺傷力非常厲害 老實說 他為什麼這一兩代的年輕人 要走出來上街遊行示威集會 就是因為之前那幾代人 都爭取不到應有的民主 是不是 爭取了什麼 爭雙普選 雷教授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爭取 如果你雷教授 那麼厲害 可以帶領多一班人出來 爭取到這個爭雙普選 現在的那些年輕人 就很珍惜這個成果 就不用要他們自己走出來 還說有殺傷力 你只是想著所謂經濟發展 只是想著你的GDP 為什麼你不想著這些呢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就覺得殺到埋身了 這個逃犯條例 會送中的 所以才出來 是不是 不單止驚動他們出來 一樣大把中產也有出來 是不是 商家也有份 暗中 是不是 真的 好了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他就說外界逐漸對香港 是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就產生懷疑 老實說 對於法治有懷疑 就不可以歸咎於示威者或者市民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市民最多是只能夠違反法律 他違法行為 你也是只能夠說他 是不是 他沒有這樣的本事去破壞法治 雷教授 法治是什麼 法治是只能夠 政權才能夠將他破壞 就由一個法治社會 變成一個人治社會 是不是 一個沒有掌握到公權力的人 他有什麼本事去破壞法治 他只能夠違反法律 他不能夠破壞法治 麻煩你搞清楚這些觀念 當然 你這樣說 很多藍絲 或者大陸的人會相信 因為他們對這些概念 都是迷糊的 都是不清晰的 但是 你作為教授 就不應該這樣說 是不是 市民如何破壞法治 你解釋給別人聽 是不是 法治和法律的觀念是怎樣 對不對 就不能夠說 人說你又說你又破壞法治 好了 香港是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當然不單止外界對你產生懷疑 市民也一樣懷疑 因為你的執法者 只是針對特定的群體 包括青年的同胞 包括學生 包括示威者 包括黃絲 你自己有 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那些警察有沒有任何效果 一個都沒有抓過 做了那麼多私刑 做了那麼多濫用暴力的行為 沒事 是吧 藍絲呢 沒事 那你怎麼說服到市民 這個還是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 是不是 因為你的法治只是針對一部分的人 而另一部分的人 是完全沒有事的 第三件事 那個記者就嘗試 將這個矛盾 歸咎於房屋和經濟問題 雷教授也很聰明 他只是說香港的房價的確非常高 是導致今天社會矛盾嚴重的重要原因 但不是唯一原因 他也說得很清楚 這件事 地產霸權 你就滲集了一些私貨 其實你是想對付這些人 就想有勢的示威者 轉移視線去對付這些人 實際上別人的訴求已經非常清楚了 喊了半年了 就是因為你沒有真相普選 最終極的矛盾就是 因為你是不會給他 但是你轉移視線 根本無在於解決問題 我絕對相信 沒有人會因為劉駕貴 而走上街頭示威 就變成今天這樣的模樣 你這個劉駕貴 都已經貴了十幾年了 老實說 又不見有這麼多人示威 又不見像過去的半年一樣 就是因為劉駕貴 並不會直接引致這些矛盾出現 深層次矛盾就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就應該政治解決 就不是政治問題 經濟解決 是解決不來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